剛才第二任投手郭宏志上場投了兩個人次 沒有解決任何一個人反倒是投出了兩個寶送 奉送給南韓隊一分 我們現在看到戰上打擊區的是南韓隊的第三棒李晨彥 我們也知道郭宏志這一次回來接受國家隊的徵招 是在回來之前到齊球團也有一個彈書 也就是因為郭宏志才傷勢恢復不久 所以要求告訴球團曾經要求教練團在場上的投球時間 郭宏志不能夠投超過35球 現在在場上投球的是中華隊第三任投手林月平 郭宏志在投完兩個人次之後就下場休息 林月平面對李晨彥 目前的球速是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四局下半南韓隊的進攻蠻磊的狀況 在這個半局南韓隊靠著兩次安打兩次的寶送 目前攻下兩分反倒是又取得了一分的領先 希望中華隊能夠順利的化解這半局的危機 我想林月平是一個業餘的投手 能夠投這種進身球真的是膽量相當大 不過這個投球的配球絕對是沒有錯 我們現在看到目前球速是一個好球兩個壞球 四局下半中華隊面臨危機 韓國隊是蠻磊的狀況 場上打擊的是 南韓職棒的全壘打王李晨彥 因為這個畢竟這個 我們這個老朴手紅裝做的暗號 像剛才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跟 這個比較年輕的選手李月平來配合 所以這個是不是很好的一個sign 這球打成了一個一壘方向的界外球 兩個好球兩個壞球 在這種狀況之下 林月平要運用他的智慧加上紅中的配球 看看能不能化解這個四局下半的這場危機 因為目前雙方的比分差距還是只有一分 一分的比賽真的隨時有什麼變化都會難講 這一球打成了一個不是很營養的高飛球 我們看看一壘手 這一球怎麼會沒有接到呢 蔡楓安跟黃忠義 兩個人搶著去接居然沒有接到 對 以在電視上這個角度 基本上這個都是要二壘手去接 一壘手一開始就要讓開的 因為一壘手往後面跑是看不太清楚的 你看這個黃忠義已經在那邊等 結果蔡楓安還過去了 這個就是在防守上好像並沒有協調好 蔡楓安該打定 因為二壘手是從斜面去看這個球 一壘手是往後面推會比較難看到這個球 其實也要小心哦 在接到了這個球界外接殺出去之後 三壘上南海跑者會不會趁這個機會 衝回本壘 這個好壞真的是很難講 哇這壘手是出現爆頭啊 哇這個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在兩後兩壘的情況之下 林月平這個時候是情緒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是出現爆頭 然後球剛好又碰到了主神的腳 一直往後滾到了本壘後方 也使得原本在三壘上的金中國 這個時候是順利的跑回本壘 偉南韓隊拿下了第四分 目前四級下半南韓隊的進攻 已經是攻下了有三分了 場上投球的中華第三任的投手林月平 兩號三號回棒落空 李承越被三陣出局 哇等這個第二個出局者等了好久啊 對我想這個三陣啊 對林月平來講相當重要 也對中華隊來講相當重要 因為畢竟是兩人出局 這是一個快速的直球 偏高的直球 又是李承越揮棒落空 目前南韓隊戰上場打擊的是第四棒的金東柱 金東柱前面兩次的打擊 都被蔡仲南給K掉 這場比賽的四級下半真的是打得是有一點漫長 外角偏低的球技壞球一次 原本2比1領先的中華隊的這個半局是 接連了有三次的四壞球的保送 然後被對方打出了兩次安打 是接連一口氣丟掉了3分 目前反倒是以2比4落後給南韓 不然這個林月平現在在面對他們第四棒 都一直走外角 我想這個是正確的 那現在怎麼樣 這個看他的體力啊 看他的頭腦怎麼樣去配這個球 因為畢竟第四棒還是有這種 這種長打能力 這一球打出去打到了三壘方向 三壘手接到超快傳一壘 沒有問題 南韓隊四局下半進攻 三人出局 總算結束了這個半局 黃忠義揮棒落空 前面兩次的打擊 黃忠義有一支安打 也有一分的打點 這個是相當刁鑽的一個滑球 我們現在看到在場上的是 南韓隊這場比賽派出了第三任投手 林昌勇 採取側頭球落的林昌勇 球路是相當相當的調整 接球 黃忠義揮棒落空是遭到了三振 六局上半中華隊第一名上場的打者 黃忠義 遭到了三振出局 我們看到比賽進行到六局上半 中華隊進攻 一人出局 場上打擊了 第四棒 彭振銘 彭振銘今天連兩次的打擊都沒有表現 連續兩次都是遭到了投手三振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這一球還是揮棒落空 今天彭振銘已經被韓國隊投手三振了 有三次之多 中華隊六局上半進攻 已經兩人出局了 這球速真的是相當快 左打者謝嘉賢 前面兩次打擊 一致安打的表現 比賽進行到六局上半 中華隊的進攻 目前兩人出局 中華隊還是暫時以2比4落後給南韓隊2分 天外角的球 這個球呢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就是用非常慢的變速球來騙打者 所以快慢交錯 對打者來講視覺是相當辛苦去看到這個球 韓國隊第三人投手 側投的林昌佑 剛剛前一球是外角 這一球又是走內角 對 而且是一個滑球 內外角交錯 還有快速球跟慢速的變化球來交 來配合使用 換一個投手基本就是球速 我們看到這一球打擊出去 這一球 這個安打落地形成安打 謝嘉賢在六局上半 為中華隊打出了這場比賽的第5支安打 這也是謝嘉賢這場比賽個人的第2支安打 來看看慢動作重播鏡頭 謝嘉賢這一球打擊出去 越過了游擊上空落地形成安打 那基本上側投對左打者 左打者對側投絕對是比較有力的 因為他看投球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反而是右打者 他的出手是靠近我們左邊的 這個突然跑出來的位置 動作太慢 由主審喊出了暫停 這一球不算 重新再來 比賽 目前中韓大戰的金牌爭霸戰進行到六局上半 中華隊的進攻 目前場上打擊的是蔡峰安 良好球沒有壞球 中華隊兩人出局 一壘上是剛剛打出安打的謝嘉賢 這個時候蔡峰安真的要表現一下 雖然今年他去韓國釜山 他的手臂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打擊上的表現是稍微弱了一點 前面兩次的打擊都沒有表現 我們看看蔡峰安這一次的打擊 良好一壞 這一球是一個外角的好球 這個半局林長勇送出了三次的三振 是了 對 谢谢大家